老闆你去批評那個馬辦 我覺得他是有他的立場 第一個馬英九當然被 被追殺 他現在還在二審當中 而且起訴是沒有道理的 我在一審的時候我是證人 我到法院去把檢察官罵一頓 立行檢察官說你這血氣什麼東西 一點一點一點 他沒有反駁我 他就叫為了起訴而起訴 我覺得馬辦都不是為這個 馬辦最 我覺得他們最怕是說 藍白因此破裂 馬英九很怕藍白破裂 他說藍白要合 立法院才會過半 那國民黨很尷尬 國民黨中央對這個事情 也不能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 在臺北市議會的三個調查 柯文哲的小組 召集人都是國民黨的議員 所以他現在變成中央 在立法院是要合作的 在地方議會 議會議員是 因為他是議員 他有職責監督 所以在議會是分開的 我幹我的事 中央幹你的事 所以就變成他有點尷尬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 你們都沒有我的經驗 特徵組傳我多少次 地檢署傳我多少次 你們有這個經驗嗎 對不對 那他就是說基本上 本來檢察官對於當事人 有利或不利的證據都要考慮 但檢察官哪會考慮對你有利的證據呢 考慮對你不利的證據 我要回應一句 我跟你講就算你擔心人擺不合 也不是這種講法 就算你擔心的話 也不能這樣的類比 這個是做到麻辦的主任 這真的是不倫不類啊 那不管我就告訴你 用意可能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說 檢方自己看得出來 他先他簽假定你有罪 然後去找資料 檢方本來就是 全市的檢察官 哪有不要給你入罪的 他就想要起訴你嘛 美國的特別檢察官是不是這樣 你看韓國的檢察官是不是這樣 追殺的多厲害啊 對不對 就是追殺你 那他認為他在代表正義 那也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 不能夠超過太多 就是你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我們再看這個案子 就是說 你問我柯文哲有沒有圖利 你問我有沒有 我說有啊 圖利誰小沈啊 怎麼沒有圖利呢 小沈拿兩百億 這不是圖利他是圖利誰 當然有或者至少柯政府有圖利吧 柯市府有圖利吧 好 那我就用圖利罪辦你嘛 那大家都說是你指示的嘛 小沈得了兩百億嘛 那你不是圖利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啊 你要怎樣 公文你蓋得髒 然後呢 他們都說是你指示的 那柯文哲可以說我沒有 那就法庭辯論嘛 但是基本上這些人講 都是你指示的嘛 都是你受益的嘛 都是你大家開這個會嘛 然後映小微陳情 這邊就開會 開會就給他過了 那但是檢察官不以此為滿足 你知道嗎 就像老省講 因為圖利罪不好辦 很難訂 我就算圖利的小沈又怎樣 我市長不能圖利老百姓嗎 所以他 檢察官想要用收賄罪來辦他 這就麻煩了 你要用收賄罪辦你就要有金流嘛 那你沒有金流啊 柯文哲不常講 一毛錢都沒辦法考慮 一毛錢都沒辦法考慮 所以檢察官為什麼從木可 檢察官一定想說 好就算沒有一毛錢到你口袋裡 選舉他們會幫忙你 你選舉捐的錢是誰捐的 他就想從那邊下手嘛 如果抓到一條不用多 五萬塊就好 你就慘了 因為對貪污來講管你什麼 五億五千五百萬五十萬 五萬也是一樣啊 高還多少錢 對不對判七年半啊 十一萬 十一萬 所以基本上檢察官就一直想說 圖利罪不夠 我要行賄罪才可以搞什麼 一百七十萬什麼七百萬 我當時一看到 我就知道檢察官輸了 為什麼 應小威會有四千七百多萬 市長只有七百萬 一百七十萬 怎麼可能嘛 他怎麼可能為了這個事給你變嘛 我就說檢察官如果 檢察官不是這樣 他們就學法律 就是說他認為說 我覺得剛剛我講的 七百萬一百七十萬 十七萬都是貪污啊 都是七年以上有去徒刑啊 我只要抓到一個 啊 死了死了 這問題是檢察的證據 法官是不認同嘛